好 来 在这边呢 我有一个星星 然后这个星星呢 它的形状是不规律的 我特地画到不规律的 因为画到规律的话呢 可以用polygon的方法来做 OK 我特地画不规律 然后这个时候我要你找出A加B加C加D加E的角 会是等于多少度 OK 这个呢 它有 我一直以来都是用着同样的一个方法 OK 那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三角形外角等于内什么 等于内对角合 OK 这个是三角形的外角 会是等于它的内对角合 是怎样的一个东西呢 就是我这边有一个三角形 然后这边我就拉长出去 OK 然后在这一个地方里面呢 我这个是它的外角 OK 然后这个是它的内对角 所以我这个是ABC的时候 我的A会是等于B加C OK 为什么A等于B加C呢 因为如果我这边还有一个D的话呢 我的A加D等于180度 然后我的B加C等于180度 OK 我的B加C也等于180度 所以我的这一个 两个都是等于180度的情况之下呢 这样我就可以拿到就是说我的那一个 呃 什么我的那个A加D等于B加C 我的A加D等于B加C加D OK 这边还有一个D 然后你的这边的D跟D月料 OK B C D加起来183角形内角合 A加D等于180 OK 旁边了 所以我的A会等于B加C OK 好三角形外角等于内对角合 OK 讲了这样多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 在这一边你就看啊 我的这个三角形 OK 我的这个三角形 等一下呢 我这个三角形外角等于内对角合 OK 我的这个三角形 首先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随便找 我就拿上面这一边吧 OK 我拿上面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一个 我的这一边呢 我我删掉一些东西 我删掉哪里一些东西呢 我把这一边我不要看 然后我的这一个也不要看 OK 然后接着我这些也不要看 OK 好 我这些都不看的情况之下呢 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这一个 这一个地方 是A加D 三角形外角等于内对角合啊 对啊 所以他这个是A加D 所以你在这一边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一下 我在这一边 这一个 然后还有这一个 还有这一个 我这三个 我这三个跟他合起来 那这一个地方是A加D 三角形外角等于内对角合 同样的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另外一个地方呢 就是说 我要 留这一条线 OK 然后过后呢 我的这一个 等一下 我看一下 我在这一边 这个跟 这个C跟E OK 我要留我的C跟E 而已 好 这样 这一边 这一个 我只留这些地方 OK 好 我只留这些地方 OK 好 这一个时候 这一个是C 这个是E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 这个是C加E 看到吗 C加E 这边是C加E 所以我的这一个 C加E 是在这一边 你又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的这一个 还有这一个 然后还有这一个 它是一个三角形 然后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这一个就是 这个地方 它就是 1加1 三角形外角等于内对角合 所以在这一边 这整个三角形 这一个 三角形 这一边 这一个 是一个三角形 这一个三角形 它加起来 会是180度 所以我的 B 加C 加E 加A 加D 会是等于180度 我重新排列 我的A 加B 加C 加D 加E 会是等于180度 OK 我一直以来都是用三角形外角等于内对角合 这样的一种方法来做这一题的 OK 然后 我考我的学生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学生他用了另一种方法来做 另一种方法是怎样呢 我又觉得他的方法比我的方法同意 OK 他在这边加一条线 OK 然后他加了一条线之后呢 在这一边 他这一边放一个角E 这边放一个角2 这边放一个角3 这边放一个角4 然后我们知道 角E等于角2 因为他是对角 然后过后呢 他的那个角E加角A 然后角E加A加C等于180度 OK 然后他的角2加 角3加角4 会是等于180度 三角形内角合嘛 就是说他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的这一个 这一个是一个三角形 三角形内角合 这边 这一个是一个三角形 所以这边就有一个三角形内角合 然后过后呢 下面这边又有另外一个三角形 这个 这样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三角形 OK 这样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知道 我的角E加角 加A加C 会是等于角2加 角3加角4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角E等于角2嘛 所以我的这一个 同时 拿掉了 好 所以我的角3加角4 其实是跟A加C是一样 OK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整体 整体是这样的一个直角三角形 OK 在这一个整个直角三角形里面呢 我的这个B加 我的这个B加 E加角3 加 这个 D加 D加 角4 会是等于180度 所以我就有B加D加E加 加角3 加角4 等于180度 然后我的角3 等于角4 我在这一边 我的角3 加角4 等于A加C 所以这一个它就会变成了那个A加C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有B加D加E加A加C 等于180度 我重新解过A加B加C加D加E 等于180度 OK 好 就是这样